第一棵橄欖樹是在南法窗外的那棵橄欖樹 第二棵橄欖樹是在新加坡餐廳前面的那棵橄欖樹 第三棵橄欖樹是在我家種的那棵 唯一棵樹那棵橄欖樹 那大家問說這個片名初心跟英文的片名 Andre and his olive tree有什麼關係 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棵橄欖樹在南法的那棵橄欖樹 對我來說是夢想 那個時候我還很小 在法國 你每天起來窗外看到的就是那棵橄欖樹 對我來說它是遙不可及的 然後它也在提醒我 我人在法國 我已經生活在這個童話故事書裡面 然後我要非常非常的努力 因為我想要成為最頂尖的廚師 所以它一直在提醒著我 第二棵橄欖樹是在新加坡的餐廳前面 那棵橄欖樹對我的意義是它就像我的生命的夥伴一樣 它跟我從南法一起到新加坡 那第三棵橄欖樹是種在我家裡面唯一的一棵樹 它會種在一個它可以很安心的土地上 自由的生長 它對我的意義就是 我也回家了 我現在回到我自己的土地上 我可以很安心的生長 對我來說是一種落葉歸根 這部片子 從拍到現在 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新加坡的Restaurant Andre 花了十年完成了這一個作品 成就了Restaurant Andre 過去的三十年 我花三十年的時間 終於回到台灣來 然後找到了屬於我自己的初心 那今天我也非常謝謝大家 花了一百分鐘的時間 我也希望在這一百分鐘裡面 大家都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初心 謝謝大家 謝謝